大家好,今天我们亲手制作的一对鱼木床终于是成型了 后期再装上厂板,精细地打磨一下就可以用了 今天上午又去家具厂了 因为前两年我们发布的花一万五 在家具厂定做二十件老鱼木家具的视频 意外受到了全网五十万网友的热议 真没想到同样喜爱心中是鱼木家具的人居然这么多 大家都对我们这一屋子的家具非常的感兴趣 我后台的私信都报了,直接回复不过来 所以没有回复到的网友也请见谅 今天上午我是受据为网友的委托到家具厂跟他们商量 让他们自己开网店 他们都是传统的手艺从业者 虽然技术过硬,质量过硬,但是缺少现代的宣传渠道 所以还是错过很多真正懂它,需要它的人 不过等到后期,他们自己的网店开起来之后 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找他们定做,直接跟他们对接 大家私信我,一些专业性的尺寸和专业性的支持 我也回答不上来,所以后期我就不跟着掺和了 不过我发现我也无意中算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为传统的手艺人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希望能帮助他们的作品找到更多真正需要的人 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大家好,前两天外出了,昨天晚上刚回来 今天一大早就过来 本来想着给鱼木床固定床板的 但是昨天晚上下了点雨,这木料有些潮 还得等干了之后再弄 这两天没过来也是十分想念我们的小院 还有这一屋子的鱼木家具 两天没过来也不知道他们落灰了没有 这一屋子 marriage Uncle Honey BG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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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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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